浪姐4,三次公演之后,彻底出圈的舞台并不多,无非是一宫的《花海》和《Problem》,二宫的《迷迭香》和《丛头》,三宫的《山河图》和《将军》依然难以超越被封神的第一季。 值得一提的是,尽管浪姐4的真人秀环节同样饱受诟病,比如剪辑混乱不流畅,大多数姐姐没有成长线,舞台研讨会缺失等,但其实如今细想一下,三次公演后都有出圈的真人秀名场面。 一宫之后,节目组新增了小考淘汰环节,当时许静运的唱跳表现明显更强,但却不敌感染力更强且更努力的陈一涵,而且是在队友的那头中被一轮游。 因为这次莫名其妙的小考,许静运成了一男平,而陈一涵以及四位队友卢靖山、孙岳、曲颖和汪小敏都被骂了,尤其是陈一涵成了众矢之地,淘汰呼声一直很高。 二公后,真人秀的名场面同样与小考有关,节目组原定的规则是喜爱杜默四位的姐姐淘汰,但李沙明子和徐怀玉并列倒数第四,最终只淘汰了汪小敏、赵丽娜和李彩华。 但问题在于,并列倒数的李沙明子和徐怀玉更应该坐上双生危险位,通过小考决出第四位被淘汰的姐姐,但节目组却提都没提小考这回事,仿佛小考这个赛制压根没存在过,不知道节目组是为了宝字佳人李沙明子。 还是口碑虽然下跌,但依然人气高涨的徐怀玉。 在刚结束不久的三宫赛后,真人秀中,名场面再度出现,而这次的主角是谢娜,故事情节想必大家都清楚了。 谢娜四公希望挑战纯唱舞台,她她她,而她的对手是宫琳娜和美伊里亚。 从正片内容可以看出,谢娜很努力地在掩饰这个意外的结果,剪辑的综艺感也不弱,但依然不能让观众忽视一个事实,谢娜不适合,或者说不应该出现在她她她这个舞台中。 至于这个局面是如何形成的,笔者认为谢娜,队友以及节目组都应该背锅,谢娜不顾团队挑战纯唱,节目组剧本明显,而队友们则睁眼说瞎话。 谢娜团队商讨,她她她的初战人选时,朱朱说这是纯唱舞台,所以她会推选黄丽玲,那样在唱功方面的保证会更好一些。 黄丽玲当然是谢娜对内最适合,她她她,这首歌的人甚至比宫琳娜和美伊里亚都适合,因为宫琳娜唱流行歌曲的发音和唱腔还是有一点点违和,而美伊里亚有发音问题,黄丽玲在唱上面的优势非常大。 尽管黄丽玲的人气可能不如美伊里亚,但如果现场发挥足够好,其实能弥补一些差距,比如她二公凭借,我离开我自己就拿到过写爱度排名的第七,所以黄丽玲绝对是她她她的不二人选。 但是,整个商讨环节,除了朱朱这句明智的发言外,接下来的内容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,开始朝着谢娜更合适的方向发展。 朱朱说完推荐黄丽玲去唱后,节目组放出了黄丽玲的后彩片段,她给出不唱的理由是自己一直想要唱跳,而且觉得,她她她,这首歌很适合谢娜。 这不纯纯睁眼说瞎话吗?她她她的原唱是三位实力派谭维维,金池和维维雪曼,是一首唱给所有女性的作品,不仅需要很强的唱功,而且需要歌手有高级的唱商,这两点谢娜都没有,而且不是通过短时间的练习就能提高的能力。 值得一提的是,黄丽玲拒绝唱以及推荐谢娜,是呈现在后彩中,而不是当时的商讨现场,节目剧本的痕迹明显。 黄丽玲的后彩发言之后,画面又切回到了商讨现场,当时谢娜突然主动站出来说,观众印象中应该也没有看到她,纯畅。 谢娜当时话都没说完,但刘亚瑟很快就一会到了,直接补充完整了谢娜要说的后半句,你没有认真地唱一首。 随后是秋辞炫的补充发言,对,我也想听你的唱歌。 目前的剪辑中,刘亚瑟看似预判了谢娜的发言,但总给人一种感觉,中间却少了一部分内容没剪出来,笔者猜这部分内容是当时已经确定了谢娜要唱。 他他他,之后都是为了剪辑而说的话。 有趣的是,秋辞炫在《浪姐寺》中那么真实接地气的一个人,居然也在当时选择了睁眼说瞎话。 谢娜唱得怎么样,姐姐们平常串门练习事实再清楚不过,她说想听谢娜唱歌,未免太假了。 在结果已定的情况下,原先推荐黄丽玲去唱的珠珠做出了一番总结性发言,说如果这个节目能让每个人都有一定改变,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 此外,珠珠还说如果谢娜能在,他他他中表达了自己的内心,团队的票数也不一定会低。 珠珠的后半剧简直不要太官方发言,要想通过歌声表达内心且能让观众感受到,是需要强大的唱功和唱商支持的。 而谢娜明显不具备这样的能力。 当然了,谢娜参与他他他这个舞台,团队的票数确实可能不一定低,但必定不是因为她能唱到观众心里,而是因为她的人气,姐姐们如果直言不会谈论谢娜人气高这件事,或许反倒不会被中潮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一开始珠珠是推荐黄丽琳唱的,但之后态度急转弯,完全信任谢娜去挑战纯唱,节目组并没有放出她态度转变的过程。 至于谢娜本人,面对无忧的淘汰一度暴风哭泣,直言自己没有当好队长,此前也多次说希望队友一个都不被淘汰,但四公却要挑战自己完全不擅长的纯唱。 原本谢娜凭借三公的《下个入口见》和《将军》得到了一部分网友的肯定,但四公来的这一出,完全是不顾团队成绩,即便节目组给她安排了剧本,她其实也可以拒绝,甚至作为队长的她,可以开口建议黄丽琳去唱,而黄丽琳为了团队,应该也不会言辞拒绝。 如果说谢娜前两次公演被骂,情有可原而且有点冤之外,四公因为挑战纯唱这件事被骂,真的属于自找了,笔者近两天甚至很少看到粉丝的空评了。 或许粉丝们也真的找不到合理的理由,谢娜的选择太令人迷惑。 在排练过程中,谢娜的队友们对她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支持和指导,让她能够更好地进入状态。 最终,谢娜在舞台上表现出色,得到了观众和评委们的认可,成功地挽救了队伍的命运。 这一场景不仅展现了谢娜的勇气和实力,也展现了团队的合作精神和互相扶持的力量。 在比赛的压力下,谢娜的队伍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和配合,最终成功的逆袭。 此外,这一场景也展现了节目中的情感元素。 在三宫队长合作秀中,谢娜的队伍输给了对手,导致队员无忧被淘汰出局。 谢娜因此感到内疚和自责,但是她并没有被失败打倒,而是快速调整心态,勇敢地面对接下来的挑战。 这一场景也让观众看到了谢娜的成长和进步。 在节目第一期中,谢娜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,经常出现失误和失误后的哭泣。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,谢娜逐渐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,在舞台上也能够更好的掌控局面。 总的来说,这一场景展现了谢娜在比赛中的成长和进步,也展现了团队在合作中的力量。 观众可以看到选手们的努力和付出,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失败和挫折面前的勇气和坚定。 这一场景不仅让观众感受到比赛的紧张和刺激,也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能量和正面价值观。 观众感 ved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